乌克兰士兵瞄准俄军位置 发射美国援助的M777榴弹炮 来自西方国家的先进武器 顿巴斯前线乌军赞不绝口 就是这种重武器 在乌克兰东部把俄军坦克炸成一团火球 不止M777榴弹炮 最新一批来自法国的凯撒自走榴弹炮 也现身战场 事实上欧美军援虽然一波接一波 但是武器送到前线的速度不如预期 顿巴斯乌军手上火力 连俄军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北约表示战争可能还要打好几年 会继续军援乌克兰 英国手上强身上周也再度造访基辅 就怕俄乌军突真的变成长期抗战 英国新任陆军参谋长告诉英军 必须准备好踏上欧洲战场 因为可能要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对抗俄罗斯 就连乌军亲俄民兵也暗示 西方如果继续送武器 可别怪战场烧尽欧洲 第三次世界大战到底会不会爆发 最大决定权恐怕握在俄罗斯总统普钦手上 普钦上星期发表演说 丝毫没有停战的意愿 更是从头到尾痛骂美国和欧盟 只是在俄罗斯看来 入侵乌克兰反而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 最近可能因为欧盟接纳乌克兰变得更紧张 欧盟支委会上周建议把乌克兰列入候选国 23日欧盟领袖峰会 如果27国全体同意 乌克兰就能启动加入程序 俄罗斯外交部长气得跳脚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警告 等待欧盟正式决定之前 要小心俄罗斯报复袭击 泽伦斯基强调 乌克兰绝对不会轻易低头 俄乌战争短期内不可能结束 乌克兰台湾代表就说 最快也要到8月底 才会恢复和俄罗斯和谈 TVBS新闻综合报导